说到战争,我们都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,二战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,最后日本寻不投降,尽管战争是残酷的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技的发展。 二战以后,世界各国开始在航空技术和能等领域不断研究,期间只有美国靠着战争发了横财,其他国家元气大伤,英国和法国基本沦为了美国的附庸。 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的状态,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,但是也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,世界各国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。 再加上美国经常干涉别国的内政,惹恼了很多国家,还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击毙,一旦矛盾爆发,还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,那么三战的发源地将会是哪呢? 针对这个问题,美俄两国专家的看法出其一致,他们都表示,如果发生战争,这四个地方有可能成为三战的发源地。 说出来你别不信,这四个地方分别是南海、乌克兰、波斯湾以及朝鲜半岛。 我们先来看看南海,该海域位于中国大陆的南部,近年来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,尤其是美国经常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进入该海域,一旦触碰我们的底线,战争是有可能爆发的。 再来看看乌克兰,乌克兰本来属于苏联的一部分,随着苏联的解体,乌克兰逐渐向西方国家靠拢,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也为此有了很大分歧,这也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冲突的爆发点。 波斯湾是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一个海湾,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,也让很多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态度,这也可能导致美俄的冲突加剧,从而引发战争。 最后来看看朝鲜半岛,表面上来看,美国和朝鲜签署了一些协议,但双方仍存在很多分歧,再加上美国的反复无常,将各国的关系搞得非常复杂,所以朝鲜半岛也可能是一个战争的发源地。 综合来看,这几个地方的不稳定因素都和美国有关系,美国在世界上经常制造混乱,这也让世界各国失去了更多的信任,最终将孤立无援。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美国进行合作。